全球因为各地的税条件不同 所以很多人而且有能力的人 就在国外设立了他的海外账户 人们称之为叫避税天堂 使他不用在他的国内 即使进行国内的经济交易 也不用缴税 在2014年开始 有所谓的卢森堡外泄 2016年有所谓的 巴拉玛文件 2017年有所谓的天堂文件 这里头从英国的王室 到那个时候欧盟委员会的职位 跟很多国家的政要 都被曝光出他们的名单 而最近寄这些文件之后 由美国的Washington Post 英国的卫报 总共得到将近 1200多万份的文件跟档案 而这些资料是由国际调查 记者联盟ICU所取得的 他们根据非常多的各种资料 加起来是1200多万份的资料 查到了35位现任各国的前任国家领袖 或是现任的国家领袖 300多位各国高官政要 直接被点名 他们利用海外的避随天堂 或是离岸的空壳公司 藏匿个人和家人名下的资产 这份文件 他们都认为是打开了很多秘密 叫做潘朵拉文件 在潘朵拉文件再次被公布之后 最近包括爱尔兰等 全世界好几个国家都签署 加入了每一个国家 至少要课征15% 最低税负的共同协议 2014年 盧森保外协档案 让当时欧盟执委会主席 前任的盧森保总理 荣克深陷跨国企业 逃税风暴 2016年巴拿马文件曝光 冰岛人赫然发现 总理妻子的海外空壳公司 竟然就是向冰岛银行 要钱的债权人 舆论与人民群情激愤 两天之内把总理赶出总理府 2017年 天堂文件又提报 英国女王的 南海斯特公爵领地信托 把钱摆在不透明 也不用交交 英国本地税的离岸基金 因发在野公党 强烈质疑 It's so obvious that if you're looking after the money of the monarchy you've got to be actually cleaner than clean and you must never go near the dirty world of money laundering tax avoidance tax evasion for years some of the world's richest people have hidden their wealth in prominent offshore tax havens in places like the Bahamas or Belize 如今 既巴拿马文件 和天堂文件之后 包括美国华盛顿邮报 英国卫报 和英国BBC的 117个国家 600多名记者 再度联手 合力解读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ICIJ 取得了将近3TB 来自14家 位于英属维京群岛 巴拿马 贝里兹 和美国南达克塔州等地 法律会计事务所的 1200多万份文件 和档案 经过查证追踪 于10月初 再一次 朝向国际政坛和商界 这一潭 深不见底的暗水 投下威力食途的 深水炸弹 至少35位 现任前任国家领袖 和300多名各国高官政要 都被直接点名 利用海外避税天堂 或是离岸空壳公司 藏匿个人与家人 名下资产 而预期到这批文件 即将掀起的政商喊啸 ICIJ 特别引用希腊神话中 蕴藏动乱的 潘朵拉之河典故 将这批文件 命名为 潘朵拉文件 法官网 8号就要面临连任挑战 和国会大选的捷克现任总理 法比斯在3号对外释出的 潘朵拉文件中 被指控曾在2009年 透过海外空壳公司 购入法国南部 一座临近地中海岸城堡 却在他弃商重振 2017年当选总理 申报财产时 知智未提 这笔价值2000万美金的 私密房产 虽然巴比斯 在遭到媒体逼问 和选前的辩论会当中 都声称一切合法 空壳公司 并非直接登记在他名下 但这一颗选前的丑闻炸弹 对选情的冲击 也势必反映在周末 选举结果当中 不过潘朵拉文件中 最具杀伤力的爆料 恐怕还不是捷克总理的私房产 而是中东国家 越旦国王阿布朵拉尔氏 在英美两地 A级地段和滨海度假顺地 秘密打造出来的豪宅地产王国 14笔加起来 总价超过1亿美金的房地产 包括了加州 马里富的关海豪底 还有以赛马场闻名的 英国亚师傅豪宅 让人质疑的是 这些资产都没有列在 阿布朵拉个人或是王室的名下 而是透过30几家空壳公司 简洁持有 而购买期间的1995年到2017年 又正好是阿布朵拉登基之后 约旦接受美国和国际组织的 大笔金元 用来提振当地衰退的经济 和收容临近 涌入的难民之用 即便文件曝光之后 约旦当局一再出面强调 所有购物资金 都来自王室的私有财产 买房是作为国王和王室成员 出国时的下塌之初 这些女孩 这些女孩 是生在一个时刻 她在一个秘密的 年长的 亲密的关系 跟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ccording to a 2020 Russian media report. 这批权贵秘账还揭露了传闻中 俄国总统普丁过去担任 圣彼得宝是副市长时结交的情妇 在2003年生下据说是普丁的 私生女之后随即经由空壳公司 层层转卖包裹掩护 一夕之间成为地中海赌城 蒙蒂卡罗顶级奢华公寓的屋主 另外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夫妇 2017年则是借由买下离岸公司的方式 间接取得伦敦市中心 市价超过2亿台币的牌屋 作为他的顾问事务所办公室 借此规避了台币千万以上高额 淫滑税 Tax havens are legal for example 优优优独播剧场—— 根据不同的估算方式 全球的权贵阶级和政要名人 隐匿在离岸金融中心 或是海外空壳公司里的资产 占了全球总资产的比例 可能在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 金额则估计在5.6兆美金 到32兆美金之间 而各国政府因为避税天堂的存在 每年短少的税收 则是上看美金6千亿 中央 货币金融中心 一切成功的原因是 多數學者和租稅改革人士都主張透明是唯一能有效杜絕貪腐 打擊犯罪 推動社會正義的關鍵字 而一點都不透明的離岸空殼公司法規顯然已經不合時宜 期待整頓 而各國領導人何時能夠取得國際共識 認真掃蕩這個白領犯罪冤手 所有平日按時繳稅的各國選民都在看